如果玩家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游戏设计师 你们会愿意在上学的期间花多一点时间在学习设计游戏上 还是鼓足一指决定错学做游戏呢?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16岁,错学做游戏是由一个名为好好回去读书的工作室开发 并在2023年8月4日正式发行了游戏 作者表示开发游戏的目的是为了反映那一些认为读书没有用 为了追梦而错学,避免着一种冲动想法的教科书 希望往后有这些想法的人三思而行,能够选择正确的道路 游戏的玩法属于经营类游戏 游戏的故事大纲是玩家将扮演一名16岁的少年 为了开发游戏决定错学的故事 玩家通过独立开发游戏接着放到市场上销售并换取回报 得到经验与利润的玩家将会继续开发新的游戏 最终开发出优秀的游戏,完成自己的梦想 然而,这一部作品的背后却有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不仅遭到了中国玩家社群嘲笑 甚至还被称之为华众取宠的小丑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玩家机密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我16岁错学做游戏这部作品以及背后的故事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游戏没有浪费时间直接进入主题 游戏的一开始,玩家就向老师表示自己是一名天才 根据一贯的教育制度会耽误他的人生 于是他决定向世界首富学习 错学去学习真正有用的技能 并开发出创新以及优秀的游戏作品 攻占游戏市场 16岁的他承诺 只需两年半的时间就能创造神话 成为第二个麦哈游 证明给私人看不需要上学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玩家回到家里后 用着6000元的本钱开始自己的游戏开发之旅 玩家会在自己的宿舍里开发游戏 根据玩家的喜好制定游戏的主题后 角色便会自行开始开发游戏 玩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进度会慢慢的增长 在玩家开发游戏的旅途上 老师也会因为担心玩家的未来 劝说玩家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取得文凭 然而心意已决的玩家怎么能那么轻易的就被说服呢 玩家无视了老师的来信 继续投入到游戏开发的作业里 接下来游戏开发的路途中 玩家会面临不同的选择以及事件 每一个月 游戏将会从玩家的资金扣除2000元以支付房租 那代表 玩家必须在本钱被消耗完之前 推出游戏得到盈利 以维持生活 如果玩家想要加快游戏开发进度的话 也可以选择外包 聘请朋友来帮忙从而推进游戏的开发进度 玩家在开发游戏的时候 玩家也有可能灵感来袭 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研发点子 增加游戏成品的质量 此外 玩家也可以升级工作室 提升工作环境来得到更好的效率 看见玩家发奋创业 婆婆甚至还把辛苦存下来 让玩家未来结婚要用的1万元彩礼 拿出来支持玩家的梦想 最后 玩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终于完成游戏的制作 迫不及待的把游戏放到市场上销售 至于需要花多少钱执行游戏的悬发活动 以及游戏在市场上的定价 全权由玩家来决定 而游戏在发行以后 玩家会得到大众的评价 留言 以及游戏的回馈等等 但是没想到 《偶心力雪》 《化石数月》的作品 竟然会有如此极端的差评 但是这些评价并没有交习主角的决心 再接再厉开发第二款游戏 长久的消耗 最终玩家的资金出现红字 被生活所逼的玩家 前往工地板砖块 以赚取生活费 以及追逐梦想的成本 在工地里 玩家每办一次赚 能得到100元的工钱 为了还清债务 不得不跑个几十多趟 好像顿时看到了 世间疾苦的绘图 在玩家终于还清债务后 回到家里 看见老师送来的留言 信中写着 老师发现了玩家 在工地打工的场景 他劝玩家回到学校 追求知识 培养技能 最后走上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玩家回想起几个月的心酸 决定回去上学 有趣的是 玩家还真的必须在游戏里学习 包括科学 英文 以及历史等等 之后玩家还会被老师点名 回答问题 最后还要参加高考 以追求更高的学历 慢慢的 玩家越来越聪明 制作出来的游戏 开始得到了好的评价 以及可观的收入 随着环境的改变 玩家的朋友圈子 也慢慢的变得更大 认识了更多有才的帮手 此外 不错的收入 也让玩家为了开发更好的游戏 而有钱升级工作室 日复一日 玩家最后也终于完成了梦想 成为了成功的独立游戏开发者 辍学鲁莽追逐梦想 如同把自己的人生 放在瞬息万变的赌桌上 不仅有着巨大的风险 而且还可能连累了爱你的人 有些学生觉得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与读书并没有关系 不想要浪费时间 学习不会用到的知识 想要全心学习想要学的东西 以追逐自己的梦想 这款游戏 其实是反映了近期一名 在中国河南16岁的学生 网名叫做Silence 莫不作声 简称莫神 在2022年12月13日的时候 莫神在Bilibili上传了第一个影片 内容表示 他十分有决心制作独立游戏 也将目前独自完成的界面 公开给网友们看 此外 他向玩家们透露 游戏将会是3D场景的校园故事 游戏的故事会因为角色的背景 成绩以及外表而改变 此外 在游戏里的事件或者对话 都会有蝴蝶效应等等的机制 他决定用两年半坚持游戏的制作 最后 在发布到Steam页面上 定价1美元 为国产游戏争光 网友们看到这影片 都对他的行为表示支持 看到大家的回应后 莫神也感到非常开心 信心大增 之后 更是成立了名叫莫记的小工作室 集合友谊者一起追梦 而他勇敢踏出的这一步 也吸引了许多和他一样有着梦想的人 集合了许多志愿者 在之后的更新中 他也向玩家们说到 游戏中会有独立的5个故事 以及过场动画 让玩家们好像看电影一样 而游戏的故事 也命名为Unsilence 不再沉默 莫记工作室 吸引了大量成员的加入 在2022年12月24日 莫神发布的影片透露 工作室目前有将近200名成员 虽然这是工作室的高峰 但同时也是问题的开始 工作室成员因为莫神 一人独自完成核心游戏内容的关系 作业缓慢 成员没有东西可以做 导致成员们不满意 莫神的作风与他争吵 之后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 离开工作室的情况 在2023年1月的时候 莫神推出了4玩版的游戏 让大家体验 结果4玩版推出之后 就被玩家们喷爆 游戏除了没有内容以外 也存在许多严重的Bump 以及简陋的画质等 而且游戏的模组也都是使用了其他平台的资源 玩家一打开游戏看到的就是英文拼写的问题 像是开始游戏翻译成Start Play 关于作者翻成了About Maker 此外最为让玩家惊叹的是 点击开始游戏变成了Check Start 重点是上面的翻译并没有问题 但是下面却拼写错误 让玩家们觉得 游戏像是多人作业拼凑起来后 未经审核的作品 制定游戏模式的时候 也只能选择普通模式 游戏还在开发阶段 这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玩家在进入了普通模式 却出现了莫神的留言 告知玩家这里没有东西 也没有退出的方法 要玩家Alt加F4来重置游戏 玩家进入了教室模式的游戏世界时 发现游戏里并没有任何能够游玩的内容 只能够在校园走来走去而已 且没有办法离开学院 想要前往室外 玩家就必须回到选单 接着进入学校模式 在游戏地图探索的时候 玩家并不能与任何的东西互动 除了不能打开门 甚至连坐在板灯的机制都没有 虽然可以在游戏里看到一位NPC 但是也没法与他互动 看到陌生的作品之后 网上出现一些玩家开始嘲讽他 上传影片展示 他花了几分钟 就将陌生的游戏的本体制作完成 也有玩家用陌生的点子 制作出更加优秀的Unsilence 而且还特地添加了坐下的机制 让玩家们惊叹不已 在2023年1月30日 陌生就发布了影片表示 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辍学了 接下来的时间 将会全新投入在开发游戏上 但是看到这一个影片的观众 就没有再继续支持他的这一个决定 反而是选择了劝阻他 更是因此遭到了玩家们的批评 而为陌生是在提倡辍学的想法 之后他也发了道歉声明 澄清他的用意 在2023年10月 莫神打算先延迟Unsilence的制作 先行开发另一款2D游戏 就解散并表示他想要回去上学 虽然Unsilence的游戏开发失败 但是莫神重新开始在9月的时候 发布影片表示 将会独自制作另外一款 以僵尸为题材的3D动作游戏 重启游戏开发的生涯 对于莫神的事件 也可以看到了网友们两面的反应 辍学开发游戏的决定 让玩家们觉得不现实 试完版推出之后 也有玩家留言说 他画大饼的样子就像一个小丑 甚至也有网友表示 莫神应该做影片内容创作者 而不是做游戏 在bilibili上传的影片爆红 辍学生命的影片 就有200万以上的填阅率 仿佛已经掌握了流量密码 虽然网友这样的嘲笑他 但是认真给予鼓励与建议的网友 也是不少 像是就有不少玩家 让他回去求学 不要急于求成 或者是给予他技术上的建议等等 真心希望莫神可以成功 我16岁辍学做游戏 这款游戏比起作为精英游戏来看待 更像是莫神事件的记录 游戏里的默认角色名字 以及有些考试的问题 都是引用了莫神的事迹 辍学追逐梦想 可能听起来浪漫好放 无疑给青年们一种帅气的感觉 除非不得已选择辍学 如果玩家因为追梦 而轻易赌上人生的话 将会是一个鲁莽又愚蠢的想法 虽然像是知名YouTube的传奇 拥有1亿2千万订阅者的Mr.Beast 或者百万订阅的游戏YouTuber大咖Markiplier 都是辍学之后获取成功的 但他们也都是非常罕见的例子 虽然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读书 但是学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学习不仅丰富了一个人的智慧 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责任 不管是不是学生们想要学习的知识 无可否认的是 一个人的知识越多 选择也就越多 追逐梦想的知识本钱 当然也就随之增加了 就像游戏里的主角一样 完成学业后得到更好的环境以及人脉 再加上习得的技能与知识 最后也不需要赌上人生来完成了梦想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玩家们在看到了陌生的事迹 以及我16岁辍学做游戏的故事之后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